途經一個紀念公園,現在看到這座建築物相當大 也很高,加拿大比較少見這類的建築物 屬於一個紀念公園,現在沒什麼人 我看見,大概是紀念什麼呢? 有一場戰役,名叫Clinston Heights戰役 在這裏發生過,2012年10月13日 在美國打過來,英國的駐軍 英軍在此死守,停止美國進攻 大概是這樣 剛剛去完酒店嗨T 現在就沿途由酒店那裏到拉加科的位置 這裏有個景色,好看的 你看見,這部分就是美國了 他就說,神草流流的,美國人就下艇過來 爬過來這個山頭 有場戰役在這裏 好,我們終於拍了車了 你看見摩天輪 我們就拍了在這裏,5元全日 剛才在山腳那裏找到一些政府那些標位 好貴,是10元半個小時 搞不定,我們就見到其他都有的 有10元又有,15元又有 現在這裏5元就值得拍,all day 拍完車之後,我在前面走下去,最旺那條街 看看有幾多人 看看可不可以走到瀑布那個位置 拍一些東西,趁現在還有一些黃昏 遲些可能會開燈的,希望有 本來打算拍賭場 但賭場,sorry,賭場不開 我想都拍不了進去的 那時賭場應該是最便宜的 是呀,這裏有pedeo,不過封閉了 但是餐廳就不多見有人了,真可憐 我們一邊走下去看看 慘了,你看看,連老鼠仔都要戴口罩 一些賣紀念品的都很靜局 那今天是星期四 我們剛才去完hi tea 接著再下來,那一輛4 其實我現在還在約一個人 他在我們沿途返多倫多的時候 會經過一條人,那個人在賣一輛電動車仔 我看看約不約到 如果約到,我順便找到 但如果約不到,我無謂特意走回頭 他在Bellenton,在Bellenton那一輛 我懶得特意去,是約不約到呢? 可以看看,真可憐 人影都不多見 鬼屋有沒有開?閃光燈喔 我們現在有兩個人戴著口罩 因為沒有戴Q仔,所以方便些走 現在就是鄉人 你們看見那個工作人員,多無奈? 你們看見那個工作人員,多無奈? 我個人拍見 來到這裡的街道,會聽見那些 玩遊戲的地方,有些音在他門口播放 大家這個真的要記錄一下 在加拿大這麼多年以來 真的沒試過一個地方可以 旅遊區靜到這樣 我嘗試一下 可不可以走到半老去到瀑布 動之三腳架開Live 那個Bell的Data 好像可以 好像賭場關燈 而且Data好像挺強的 有人坐嗎 這個摩天輪後面還有個小型哥爾夫球場 你看見酒店房間 眼裡只有幾盞燈亮 這個不認得是一個多倫多最熱鬧的旅遊區 我們計算過了 就算在街邊泊車都不著數 因為我們可能不知走多久 寧願給一個五元的固定消費 好過經常走回來要入標 好大風啊 我希望那個防風咪頂得順 我現在又帶回一個耳塞 我帶著一個耳塞 有個防風咪 大小姐幫我做個毛毛可以遮一遮 對 以前那間餐廳在裏面那個Forge 那個Forge 那個Forge 小姐看她沒有開的 或者 沒有開變了什麼 Rainforce 對 好像還沒收拾 還有一個招牌在這裏 對呀它還沒收拾 嘩它還在這裏 能不能進去呢 裡面有個很大的 有個很大的機動遊戲的地方 就是玩波子機那些 走近一點看看 OK 進來 好多好多 好多好多 相機的遊戲 都沒有什麼人玩 對啊 還有一個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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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到像探靈一樣 曾經何時,這裡很熱鬧 什麼遊戲都有人玩 叮叮噹噹噹,很熱鬧 我們只是繞個圈 我們不用一邊走一邊說,有怪莫怪 探靈時有些人經常在說 打擾了,打擾了 打擾了,打擾了 對呀,做事而已 真的沒有人 這裡是Wing Forest的餐廳 但我們不拍到很多東西 我問了工作人員 他就說,可不可以拍裡面 他說,你不開閃光燈,OK的 還有一個魚缸 喂,好大條鰻魚 好大條 好大條 有些什麼魚好吃 有些倉魚 嘩,地下有條鯊魚 好懶洋洋的攤在這裡 嘩,不過最厲害的是那條鰻魚 條條都好像很好吃 這條,你看 是吧 是吧 拿來BBQ 好了,在我們攪拌鎮之餘 走出來了 這裡有個位置 人家開了火堆 在這裡喝東西 挺過癮的 暖的應該可以暖的 但現在就算你沒有暖爐 我們現在這個位置都OK 不至於說冷 我們現在去拉加瀑布庫那邊看看 嗯,有些燈色可以看一下 唉,見大家狀口狀面都是說 不知道什麼時候的疫情才過去 回復我們平時的經濟 雪糕屋都散了 我們是不是走這條路走多點燈色 先看燈色 其實兩邊都有,再出那條馬路都有 就是說這條路有 出去外面那裡都有 都不知道自己這部機的夜間功能好不好 那我都拍一下 你看到周圍都有很多燈色 擺設 我們一步一步走過去看 咦 顏色就很美 一條彩虹那樣 但下面有一件東西 這麼奇怪 中間那些是什麼 是燈膽來的 燈膽來的 我以為有穿 Halloween放在女鬼那裡 是燈膽來的 就是我們放在屋外 裝飾的那個燈膽 是放大放大版來的 好巨型啊 人那麼大個的燈膽 還有一條燈膽 還有一個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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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三隻鹿 還有一隻在後面 其實這一頭 就是前面就是有車泊 那裡是停車場來的 但這裡是十元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起計 超貴 就是他們喜歡 你打算下車打打卡 就可以 還有最近 很多人是有打卡 你看到Size 和人的比例 多大隻 這些是天使暴街音的公仔 然後看上去餐廳 其實不知道好不好吃的呢 那些東西不知道行不行的 其實現在都不知道有沒有開 看看疫情關係 遊客真是少 這樣就慘了 如果上高旋轉餐廳 十個人真的慘了 后面都闪闪亮 树后面有一些闪灯 一路走过去 来远看到那间糖果屋 我们过去看看 上面去看看楼上的酒店 这个有开门的 还有点灯 这个是黑了 背景的闪闪的灯 装饰得很漂亮 好像烟花 走到糖果屋那里 先看看 糖果屋是一个报警板 一会儿 上高斜落 上高上去就是酒店的位置 赌场那些 我们可以向这个方向走 那里有一个很多灯泡 造成的隧道 看看有多漂亮的走过去 先拍照 走到灯光的隧道 很多人怀疑 那些射灯在哪里照出来 其实上高 这里有些射灯 就是射过去 几个瀑布 那里 现在的面 已经涮到雨水粉了 现在 镜头也可能会有点湿 好 看看人家 排队打卡 两边各有各影 我们尝试走穿过这条隧道 穿过这条时光隧道 趁这边没有人在拍照 那两边大家自己走 OK 穿过了 好 隧道就位于这个 这个gift shop 的外面 马蹄形瀑布就是这里 但是很多水花 那部机 那部机 我这部机又不是防水 恐怕 恐怕会濕 那些水花也挺干的 我就是这样拍一拍 大家可以看到 那些水花的宏位 是 对面就 buffalo 好像是 听到红红声 那些水撞进去 那些水 冲下去 下面那些 下面那里 红红声 那这条片就拍到这里 和大家由旅游的街 走到过来 谷布 这个位 看得都不清楚 因为镜头也是差的 不过就勉强看到 少少东西 就是你要 来到 真身感受 走到很迫 你才感觉到那些风力 和水的撞起 那些水花 如果你搭飞机的时候 你会 如果一个方向对的话 你会 在机上 看下来 是很有趣的 好像一个位 好像一个水煲 有一些蒸气 飘上来的 由飞机看下来